上一段我們有給大家看 馬總統講完全執政 完全負責 現在說叫的官錢他就沒了 請問負責在哪裡 現在我們再來看 我們已經放過一次 馬總統剛要選舉的時候 為了選票 他說我們都準備好了 如今呢 如今呢 台灣的百姓了解 領到多嚴重 來 我們再來看微笑 我們可以改變現在的環境 改變的時刻 這是一個關鍵的時刻 改變大友的苗 不要放棄改變的機會 政治和善良改變 改變台灣 我們其實只差一步 台灣的未來 台灣的希望 讓台灣開往正前的方向 需要你的場務 台灣重新啟航 台北縣準備好了 嘉義市已經準備好了 新竹市已經準備好了 南東縣 鄉政堂 彰化縣 發動 苗栗一定要向前行 在我們採訪的時間 新竹市一定沒有錯過 台東縣 加油 南東 鐵牛關 國父 桃越一句啊 爹人 爹人 既然中全台 台南一堆人 都要切實 更不果荒棄 其他一個決定 就能改變 我們的未來 小火 大火 我們找回台灣的希望 彈向台灣新的高峰點 只要你投下神聖地條 我們的驚喜都有好處吧 我們在一起 為了台灣的未來 為了你我的下一代 台灣一定要改變 過一邊戰友體育 震動再次冷逼 推翻三位洋 讓大家過好日子 這是我們的承諾 給大家過好日子 這是我們的保證 保證人員 保證人員 322頭2號 投下決定台灣未來的一票 其實四年前 大家對馬總統 真的期望非常的深 所以給他這麼高的選票 765萬張 58%的選票 大贏民進黨16% 說因為我們準備好了 而且你會馬上好 但是準備好了 我先給大家看一個新聞 說蔡英文推出 不動產的案實價課稅 現在說他也推出案實價課稅 人家問內政部長說 這個什麼 你怎麼會跟進 他說所見略同 他說已經研究八九個月了 最快三年不動產實價課稅 不是準備好了 你們老早會推了 你還記不記得李宿德說什麼 我們老早在做了 怎麼老早在做 我最快三年不動產要推實價課稅 請教一下兩話 我覺得 我們知道中國有所謂的山寨文化 但是我覺得國民黨連中國那些 做山寨版產品的人還有 人做山寨版 他政大公民告訴我這個是山寨版的 可是我的功能比不會輸正版的 他這個山寨版 Copy人的東西 他又不敢生意 說是他的 我覺得這個薑儀化算賴鍋裡面 算臉皮最薄的 記者你跟他問說 你八月份出門說 這個不動產實價課稅的時候 你不是說不可能 說不可能 我們稅制不會改變 為什麼現在又改了 而且李宿德出來說 實價登陸跟實價課稅不一樣 對 不一樣 對 那時候蔡宇華在回答 結果蔡記者再問 蔡宇華又稍微抱歉 說沒有啦 其實我們已經研究八九個月了 這個人算臉皮比較薄的 我是鄭重跟觀眾朋友說 如果選舉有兩個人讓你選 一個是原版 一個是山寨版 你要選哪一個 我當然也選原版 誰要去搞山寨版 今天國民黨 幾乎所有的政策 都在抄襲蔡英文 你說好 對我們台灣優利 你抄沒關係啦 說實在 但是你抄你也跟公開說一下 我們覺得這個政策不錯 也許我們覺得這個 等你們執政再做太好了 我們現在就來做 結果你現在做得到的事情 現在他在禮拜四文集什麼 他要時假課稅也好 要週休二日也好 要什麼東西 你都是可以在這個會期 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你為什麼這個會期可以做到的事情 你認為這個好 你才會抄嘛 你現在就做得到 為什麼要跟我們說 你要四年後五年後才要做 我請到報酬啦 報酬稿後面 他說按時假課稅 也許三到五年後資料 逐步完備就可以實施了 上面說也許三到五年後 請教徐老師 風雨 時假課稅需要去準備什麼資料 交易沒有記錄嗎 交易如果有記錄 需要去準備什麼資料 你要做明天就可以做 你不需要去做什麼時假 上面說也許 三到五年後 不可能就對了 剛才連晃講得好 今天是在抄人家 你抄人家要嘛你就抄完全 就立刻做 你不要在那邊講說也許可以 你以為他要做嗎 洪雨 我覺得這是選舉上在用的 我同意剛才講 嘉義化是唸博士嘛 耶魯的博士不要客氣啦 洪雨他沒辦法學人家拿扁鑽 去刺人家屁股這樣子 跟勾勾頂這樣在做 你不要講說早 我們六三三裡面就有十架瞌睡 我們早就提了 洪雨他講不出這些話來 所以他才講說什麼 所見略童 所見略童意思是什麼 就是我們就是蔡英文的 這個 有這個骨心有勇氣的政黨 他會說我們國會西運之三 我們這個什麼 明年就推按十架課稅 明年沒辦法 我說後年開始推 上面有說也許三到五年後 不好意思 三到五年後馬英九也卸任了 對 也許有就表示他沒辦法做 不可能說沒做錯 也許 我說這次如果有當火燒 我們還拿這張 黃金十年 那時候說也許 馬英九現在政府裡面看完 都是政策動作靜憲都這樣看 你是政策 你這政黨你要做不做 你又理會他四分之三是你 你馬上可以做給大家看 你做到靜憲 這也不是靜憲 郭忠祐 這也不是靜憲 不過我是懷疑 這次政策動作靜憲 我叫六三三是抗頭子廟 騙救他們就知道 沒辦法了 騙不及 不過教理說六三三做不夠 最沒有政策動作出大大公 還要做給他們 怎麼做做得到 看起來都沒有 是 你知道今年 這是九月 我替我替誰 以朝公信 九月二十四號 的工商時報 九月二十四號 就是一個禮拜前 一個多禮拜前 台股重挫 收多少 那天收七零四六 什麼人有聯合環報 一版頭條 看看 今天去收多少 我的記憶也是差不多七千 七千多 對 差不多七零四 七零四幾 七零四幾 七零六幾 好 變這個 差不多 今年美副平均賺多少 兩百六四 兩百六十一萬 你要知道台灣的股民多少 幾百萬人 開戶差不多八百萬 他戶是虧兩百六十一萬 掃死比較嚴重 八千萬 掃死了八千萬 不好意思 他跟他說幾萬點 上萬點 馬上就說我上任第一點才一萬點 他跟他說兩萬點 後來說開玩笑的 不好意思 台灣八千現在是虧兩百六十一萬 所以剛才 鳳梨在幫他贏平 你剛才出來 你看買都在撞對不對 你現在看看 那些買都空門 你知道嗎 空門 都空門撞 誰在沒有標 誰在一直撞 這個總統很奇怪 就是說 他說一堆 他現在騙一堆 他也撞掉了 我們現在是在說六三三而已 你看看 他有說到三四五 什麼三大主軸 你去看 三四五公刷 有四六八五四三 早上是處理的 我們問說 那個四八三 總統你不在做嗎 他說 四六八 沒有 四六八是他說出來的 對 記者問是問什麼 你問四八三 問四八三這個方案 總統說怎麼樣 你跟飛行說 他說 我有拿過 這個我在看 我的印象中 應該是都有得做了 那空的 根本他就沒有提出這個叫做四八三 那是記者說不對 那是記者說不對 那是記者問不對 明天知道 你記者問說 總統那個五六七 你怎麼有在做 他說有啊 那也有在做啊 你說那七八做的怎麼做 他說有啊 現在這個總統就是說 他拿過的東西 都沒有做 不然就是跳票 現在人家真的跟他問一下 他說 驚人家說 那都有在做 那四八三有在做 現在 今天注意事不出來 大家知道說 夭壽問不對 所以你如果問什麼 那個什麼 他就跟你說 他都有在做 這重點就是在說什麼 你知道嗎 有說過的 有聲音樂的 做不夠 金票票 甚至 都沒有去做 現在你會把親戚問到 他怕了之後 說有 都有在做 跟這個暑假科學 一樣的意思 只能說一下 讓我們心裡越聽 議員 我要說記者 你不要問數字 搞不好他真的搞不清楚 你說 賈伊秉你做了沒有 他說搞不好做了 我去查查看 重點是說 他之前他選贏 他大家都忘記了 我們在家的人 我們大家都忘記了 我們在家 我們就要把他抗讀 所以你看看 他長說什麼 你說國家再倒退 那個鞋子說 我準備好了 你看看 祖師匯也沒有去了 謝先生也沒有在做 黃麗瓮 礦麗瓮也沒有了 陳重生 黃仲生也沒有了 你看到這裡 如果有樓 都拜到沒了 基隆也拜到沒了 你看看我們台北市 台東 台北市 新北市 龍總拜六拼 你跟他說準備好 你什麼做要四年了 你現在跟他說 國家再倒退 什麼國家再倒退 上座的選項 是說台灣向前走 這座要選項 是說台灣繼續向前走 結果 曾經說國家再倒退 所以這個就是換掉而已 靠 這種就是總統 是要棄死人 棄死人 人馬英雄那時候 說股市三萬點 他後來也跟你坦白講 說這是玩笑話 沒有 玩笑話是說兩萬點 是兩萬點 上看兩萬點是玩笑話 你也說玩笑話 至少可是他至少有解釋 你別忘記 馬英雄的核心幕僚英偉 現在馬正宜的發言人 人家問他說 艾台十二項建設 十二項 隨便拜也拜個兩三項出來 艾台十二項建設內容是什麼 他一向回答不出來 所以說誰記得誰痛苦啊 你艾台十二項建設當時 那邊環島 全台什麼環島網路 什麼金貿園區 說一大堆 結果艾台十二項建設 現在做得到 馬博人知道 你現在去問馬英九說 馬總統 你講的艾台十二項建設是什麼 可不可以請你 十二項裡面講五樣出來就好 五樣出來就算滿分 他講不出來 是 胡老師 我認為這個 吳敦義很難得講一句真話 小英就喊出來了 我能不跟嗎 這就是馬政府現在在做的事情 他真的要實價瞌睡 他沒有要做 他沒有 我真的沒有 為什麼會 這個民進黨小英 為什麼會喊實價瞌睡 就是因為馬英九你這個政府 放任這個房地產 這樣子亂炒亂飆 大家撞不住 年輕人沒有希望 所以大家怨氣來 要解決這個問題 小英認為說 只有十價瞌睡才能抑制 所以畫這出來 誰人放任這個房地產這樣 這樣會不會炒 馬政府 你怎麼可能他放任這個房地產 會不會炒 他現在說創一步來說 叫房地產不要炒 不可能 那後面政商勾結已經 勾結到有夠親了 不可能再下來 但是 吳敦義講實話 蔡英文就發出來 沒有發 沒有對話 所以郭老師 我說我事情會改變就是這樣 為什麼馬總統選到現在 民調我希望 應該有可能是輸 有可能是輸 最新的中國時報的民調 在中張投地區 就決戰 中台灣 中台灣 蔡英文 把41比38贏3% 決戰中台灣 中國時報做的 蔡英文已經贏3%了 這樣 所以我為什麼說會改變 因為八成讓他騙到有夠了 生氣 憤怒 你知道 大學生跨校組成一個叫做 手頭組國政觀察團 他們在10月2號公佈 第一次的青年民調 結果怎樣 八成一的青年認為 目前的薪資水平 畢業10年 沒有辦法 足夠的經濟實力 買房子 會不會想太多 10年 年受學貸款搞不好都還沒還完 對啊 你看 他說畢業10年 畢業孫 還有做兵 回來已經25歲了 25歲 35歲 沒辦法買出 這些手頭組還諷刺說 我們生怕以後只買得起米酒 米酒沒問題 助學貸款部分 畢業5年後能否還清 民調結果顯示 41%說不可能 23%回答非常不可能 手頭組國政顧問團 觀察團 團長叫陳以奇他說 這些數據充分顯示 手頭組對於目前的薪資水準 沒信心 甚至不抱太大期望 對於要在5年內想要還清40萬的助學貸款 對很多學生來說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更別提要買房子 所以你覺得說年輕人會想 等一下回來 我們先開放給大家call 先休息進廣告